后半从前半分裂 人生是连环失窃 你爱的不告而别 一生是多长时间 这是华晨宇为我们女神默文卫作曲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听起来有点感慨 这首歌曲叫做半生源 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听到华晨宇的消息了呢 小编告诉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他的演唱会这不就马上来了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华晨宇说土味情话呢 我们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听很多说过 但是如果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爱豆说 那可是不一样的感觉呢 所以华晨宇这次可是要放大招的 但是为什么华晨宇对歌迷说 那一句甜甜的情话本来应该是很美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很多歌迷都在嫌弃华晨宇说 那有点土土的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华晨宇这个傻笑子 说的不对还是这个标准的宅男花大爷 没有说到歌迷心坎里去呢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嘛 说不定你也嫌弃华晨宇呢 小编看了华晨宇一个采访 仅仅几分钟时间小编看完直呼想笑 因为花花所有问题 那回答全程自带笑点 并且还透露出点傻傻可爱的感觉 是我们家花花没错了 不过这可能是华晨宇平时立单身呢 大家不到嘲笑花花哦 因为花花一般很少对别人说 这些土味情话之类的东西 所以火星人们听着就好了 华晨宇在采访中要求对歌迷说一句土味情话 没想到花花不假思索 他就说了一句 你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 不断照料着我的心 当华晨宇说完之后 自己都害羞的表示确实有点土土的 所以歌迷们也都一个价 他在微博下评论说 这都五年过去了 怎么还没有长进 华晨宇的土味情话依旧的土 好嫌弃的样子等等 看来这就是活活口中的自然嫌弃吗 不过也可以了 华晨宇这么腼腆的男孩 能够从来口中挤出一句这样的情话 也是很甜甜的感觉了 歌迷们暂且嫌弃 一下之后就好心收下吧 说实话 华晨宇的这句 甜甜的情话有点土土的 不过还是他的一番心意呢 因为谁都知道华晨宇是特别宠爱粉的 歌迷们嫌弃是一方面 不过歌迷再嫌弃 那也是真爱的 因为华晨宇本来就很少唱情歌 除了温光和消失的昨天之外 基本都是摇滚 所以华晨宇能够说对歌迷说 这么甜甜的情话也是难为他了 不过小编看到歌迷们嫌弃华晨宇 感觉很搞笑的样子了 因为华晨宇和歌迷的相处方式 就是这样 相爱相杀的感觉了 华晨宇对歌迷讲了一句甜甜的话 结果遭到嫌弃 依然土土的 那么小编请大家每个人都对华晨宇说一句土味情话吧 看看谁说的比花花还要甜哦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